海運景氣持續看好 三雄股東會最後壓軸 陽明海運關鍵登場 去年獲利如市場預期創新高 全年營收三千三百三十六點八七億元 每股盈餘超過四十八塊 同步提拨百分之一的員工酬勞 大約二十億均分給每位員工 人人可以領到一百一十六點九萬元 還蠻爽的 一百多萬還蠻多的 那很好啊 因為現在這個時機真的好老闆 對員工大方 對股東也有交代 陽明海運終結十年無股利的窘境 每股計畫配發二十元現金股利 陽明喊出獲利百第一 希望每年都可以發放股利紅包 徹底走出海運景氣股底 其他像是長榮萬海也大方撒錢 員工開心領股東賺寶寶 我們在獲利表現上也屢創新高了 那麼對於 親民兩年的展望呢 我們是樂觀看待 航運景氣起伏大 一場疫情讓全球海運業 財務結構油壞轉好 塞港塞出高股價貨櫃航運業抓緊時機 擺脫投機的景氣循環股形象 賛力新聞綜合報導